欢迎来到齐趣直播间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 驾蠢 通天炒 通天加倍炒 本妙来救火 不 等等 什么情况 东东 灭火器 弟弟 灭 灭火器呢 根据分析 这是火灾引起的二次爆炸 还分析 房子都要被烧没了 不会吧 那别危险 你们快离开 米哥哥 米哥 小房源叔叔 我靠你们了 放心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 不好 火势再向外蔓延 附近房屋会被波及的 必须马上扑灭 这是一类带电火灾 不能用水 太夸张了吧 本妙可不想当流浪吧 急去特工队 时空起点出现了 果然又是宁萌博士 出动吧 不怕长笔 急去出击 趾琴琴 咱们的家被烧了 面 没事,只要解决时空起点,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轻轻,这次时空起点和灭火器有关吗? 没错 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818年 英国的一位船长曼比发明并推广第一个便携式灭火器 根据资料,火灾可分为六大类 当高温的流体物质、电器和化学用品等起火时 用水不仅不能把火扑灭,反而会让火势扩大甚至爆炸 怪不得刚才用水救火的时候反而炸了屋子 而灭火器就可以应付各种环境的火灾 明白,这次我们要帮助曼比把灭火器推广出去 出动吧 直线飞船 提去变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灭火这种事应该交给消防员吧 有了这个灭火器,人人都可以是消防员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要注意不能倒着拿 然后先摇晃一下 接着转动阀门 大家看好了 不准看老公,离房够飞 快 快 快 猛叉叉,把灭火器放下 从天火箭拳 危险 考验 逢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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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把,一起上 收到 一转光枪 加速加速加加速 尼蒙,泡沫飞射 啊 鼻鼻鼻 快去 乖乖站好 鱼毛 炮火 黑炸 百变中锤 我撬 我倒 可比 比哥兜 可比 可比哥 开盘 我看你能登多久 通天万轮步 怪鸣毛 接招 一转光跳 完了 好快 大锅中气灯 我接 小猫 我再接 好险啊 猪猪 交给你了 比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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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 安静 我接 我接 因为 套路奔上 比哥 救命 比哥 猪猪 喂 坏鸣毛 有你这样耍赖的吗 有啊 要多少有多少 套路奔上全 因为 快 压缩通气刀 光级决动 跑去 不得跑来跑去 脸圈 微信 嘿呀 小猫猫哪里跑 脸会 打射 微信 哦 危险 我再慢点 闪电猫有危险 可是这火 你快过去帮忙吧 灭火的事情 交给我们吧 这 放心 还有我们 好的 谢谢大家 我的灭火器 走 能不能先让本藐蟲 闪电猫 闪电猫 当然不行 闪电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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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变气球了 不管了 好火焚射 怎么回事 好机会 通天火箭拳 七雅雅 发射 不会吧 出机 滑电 飞龙战车 出动 变化 套路开刀 天怪 紧鸭弹 反射 慢慢射 看招 童天不守 非银纸弹 力气不断 鸭魂封闭道 回来又来 闪电帽 走 差点被鸭扁了 这 难道蒙叉叉每次剧烈运动 身体就会膨胀 这不就和摇晃汽水一样 摇晃汽水 不知道 这是因为剧烈荒动 灭火机内的气压增大 所以才导致了蒙叉叉身体膨胀 道理本没有懂 可就算是幻柠檬变成了气球 我们还是拿它没办法呀 有办法 蒙叉叉 看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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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门刀 通天万能步 通天万能步 通天火进群 继续爆发 鲜叉叉叉 鲜叉叉叉叉叉雀叉叉叉 怎么火灾越来越大了 对啊 我们第一时间就去通知消防员了 根据分析 火灾太过严重 就算消防员来了 也不能快速灭火 我有办法 我的城市 我自己来守护 还有我们 就开始灭火器了 齐气成功 任务成功